1月29日 专职交易的成功经验是可以复制的吗 作者Ada 影片开始前请先按赞分享留言及追踪 台股休市12天明天就要正式的开盘了 全球股市累积的涨幅很多 明天台股开盘涨个400到500点应该不会是什么问题了 不过这就仅对短线交易者有影响 对中长线价值型投资者来说 在这12天中红海还是持续的为股东赚了半个月的钱 公司的价值持续提升 当台股持续上涨 台币也会持续的升值 之前外资群因为害怕利率 汇率及股价差价损失 现在利率已经快要见顶了 汇率已经从32.3元跌回到30.3元 星期一可能就是看到30了 至于股票差价部分 去年股市大跌 该修正的也都修正了 现在只要持有股票 光台币升息就能赚钱 所以外资群就会持续的买超台股 影片第一段来看一下股市迷途小羔羊 看到我的影片及文章后的感想 我只能说 稍微愿意动一点脑的人 就会知道我提供的股市知识及尝试是宝物 但就是有一些自认天下无敌的人 想要自己花时间及金钱在股市中买教训 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 多一个人看我文章及影片 我也不会多赚到一毛钱 想看就看 哪天被股市教训到怀疑人身后 你会发觉我已经全部告诉你股市的陷阱 及如何正确的投资赚到钱 影片第二段来看一下房市 虽然我不是什么房市专家 但房市中的建商也是上市公司 有时听他们在说一些好傻好天真的话时 我还是没忍住的想要纠正他们几句 影片最后一段来看一下 一般讨论区在幻想当专职交易者 我只能说专职交易者并不会比较轻松 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 如果你连正常上班工作都觉得很累 都无法做到出色 你到专职交易的世界中 也仅会是一只肥羊 能在专职交易中取得成就的 他在做任何工作都是能表现得很出色的 一些鲁蛇在工作无法取得成就 就以为自己专职就能发大财 真的是太天真了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一、股市中受过伤的人才知道正确投资的可贵 二、被台湾政策养坏的天真建商想法 三、专职交易的成功经验是可以复制的吗 网友施权说 感谢A大分享 A大真是我的贵人 记得2000年第一次投入股市 10万元居然短短几天就赚了3万 决定把当年的奖金100多万投入 结果半年的时间只剩下20多万 接下来直到2009年再度投入600万 这时用了融资买卖 大约一年只剩下100出头万 失望之余不再看股票 直到2021年股票大涨决定再度投入 但不用融资 初期很顺利获利约50到60万 可是到了2022年悲剧再度重演 获利全土出去还倒赔 再度打击到我的信心 偶然看到A大的影片 稍微有了想再深入了解的想法 把他过去的影片找出来看 大大的改观我对股票投资的看法 于是我解了保单加上房贷及股票 直接O in鸿海 发现和过去杀进杀出的情境比起来 心境非常平稳 最重要的是目标非常明确 抱在价值区的鸿海非常的安心 不再像过去买卖的得失心 严重影响自己心情 现在每天就听听A大的影片充电 感谢A大 A大回答 以上网友就是一般正常的人 大部分的人都会看到新闻 媒体 亲朋好友说股市很好 赚时拿着钱投入股市 因为那时就是股市狂热的时候 想一件很简单的事 连一般没有再买股票的人都进来买了 就知道市场有多狂热 加上股价是由资金堆出来的 当进到股市的人越多 代表市场上的资金就会越多 这些人对公司价值又没有判断能力 每个就是看到哪一档股票涨得多就去追 自然会把一些股票追出天价来 但我说过 价格及价值不可能无止境的拉开 当市场的资金无法去支撑价格时 价格自然会崩跌 这就引出了巴菲特说过的名言 在潮水退了后 才知道谁没有穿裤子 在2022年初时 我和大家说Fab升息 回收市场资金 一些成长股 投机股 股价净值比太高的个股一定会被修正 那时我也说了 如果我不是持有像鸿海这样股价净值比仅有一倍的个股 我一定会离开股市的 结果2022年股市就出现了大幅的修正 最多下跌到6000点 鸿海经过了2022年台股最多下跌6000点 其实也没什么修正 毕竟净值就在那了 就算潮水退了 你看到鸿海还是穿着西装 打着领带 这就是有价值公司的威力 到了2022年10月多时 股价跌到12629点 市场一堆嫩兵说要8000点见 3955点见 我和大家说 那时台股净值7554点 股价净值比都1.67倍了 以台股1.5到2倍算是正常 台股很长月限收在1.5倍以下 所以跌到12629点就算是相对低点了 那时我说过 跌到1.75倍以下你就眼睛闭着买 对台股来说 1.75倍以下叫相对便宜 1.5倍叫很便宜 之前股灾会跌到1.3倍 这种机会稍踪及市 有一些人想要等到1.3到1.5倍 结果股价一路就从12629点涨回到14933点 星期一开盘 至少就是会上涨各400到500点交各朋友 我说过 台股是有几千家上市及上柜公司组出来的 每年会赚5%到10% 所以净值也会逐月的增加 现在大盘净值已经从7554点提升到7777点了 看完台股的基准点后 大家就会觉得 哇 投资变得好容易 不知道之前自己在干嘛 每天在那追高杀低 每天就是听到一些人在那说些似是而非的话 常常就是在恐吓你完蛋了 要快逃 当你知道股市长期是向上后 你就知道投资股市是稳赚的 这时会有人说 我也是看到有一些公司会赔钱 会倒闭啊 恩 你说到另一个重点了 台股是有几千家上市及上柜公司组出来的 所以得到平均是会赚钱 既然是平均 那代表有的公司赚比较多 有的公司赚比较少 甚至会赔钱 这种感觉像是 我与郭董平均财富一千五百亿 结果郭董有近三千亿的财富 这时就引出你要透过基本面及产业面 找到一间能一直赚钱的好公司 这时我就提出了获利稳定且持续 连续配息 有竞争力 有远景 大股本 高市值 股价不能距离净值太远 只要符合这样的特性 你抱着股票就是长期必胜 很多人会感谢我的原因在于 他们就是想要中长线的投资 但却没有一条正确的道路 而我透过我自身的十几年的经验 已经把一条价值型投资的道路指明了 就是这么简单 一开始你投资鸿海的话 基本面 产业面你自己都不用研究 因为我已经透过我上面说的几大特性去挑选出鸿海了 中长线投资三要素的基本面 产业面及自我心里面 这三项只要你进来买鸿海 前两项我已经先送你了 你不用担心基本面 产业面买到鸿海就和大盘一样 长期势必胜的 接下来就是自我心里面 如何把自我心里面调整好 这是很有学问的 有一些人天真的觉得买了就抱着啊 有啥好调整的 我只能说很多会计师 学财经的 他们的基本面 产业面都很好 但最终就是死在自我心里面 甚至有一些基金经理人 ETF经理人 对冲击基金经理人 他们在帮券商工作时 操作起来就是得心应手 在股市大杀四方 结果自以为天下无敌 觉得帮券商赚 不如此值自己回家专职 自己一当专职操盘手后 就发觉自我心里面 开始出现问题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就举基金经理人为例 现在他们在券商工作 拿着客户的钱 只要透过基本面 产业面去买进及卖出就行了 而且基本面及产业面还有别的部门的人 会负责提供报告 他只要照表操客 每个月至少都有券商的薪水入账 如果股市行情好时 绩效表现得很好 这样还有额外的奖金能发 如果股市行情不好时 还是会有薪水 就只是没有奖金 这样的人不需要啥自我心里面 毕竟钱也不是自己的 每个月还有固定的薪水 当他专职操盘后 他回到家中 这时开始没有固定的薪水了 以前因为有薪水 所以生活开销 车贷 房贷 小孩的支出 全部都可以拿薪资去支付 之前本金损失了 那也是客户的钱 不关他的事 现在他玩输了 自己的户头中钱就会减少 如果玩得太夸张的话 投入太多钱 那平常的生活开销就会产生问题 当你生活开销有问题时 可能夫妻就会开始争吵 你每晚就会为下一个月的房贷 车贷 小孩支出烦恼 当你压力这么大时 这时就会影响你在股市中的表现 你会变得越来越注意股市的微幅波动 开始患得患失 上涨就开心 下跌就难过 这种心理变化是在之前自己是基金经理人时不会有的 大家看我每天可以写文章 每天可以走路10公里 而且风雨无阻 全年无休 代表我的纪律很好 我可以把我自己的生活上所有的阻碍权数排除 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得很好 而且在资金水位上 我在当投机课时 也会把所有的资金权数配置好 不会让股价波动 造成我心理上的压力 而且在生理状况也是因为有每天10公里的走路 身体相对的健康 当你越是要成为一个顶尖的短线交易课时 你这些事要做得越好 如果你单纯要做中长线价值型投资者的话 对于自我心理面调试也是需要 但没有这么严克 我平常分享一些股市常见的错误 就是要透过那些事件健全大家的自我心理面 例如有人看到鸿海股价上涨 平盘下跌 他们的内心就会很有戏 我以股市中包含了投资及投机课 理性及非理性的人说明 股市波动是正常的 但股价不会影响价值 还有一些人会看到别的股票上涨而难过 觉得别的股票涨这么多 鸿海都没有在涨 我就举一些投机股的例子 那些都是主力在那一买一卖的在做局 股票在他们手上时 当然就是一直拉抬 当股票都在散户手上时 他们可能拍拍屁股就走了 留下散户在那要低一点 再低一点 最终股价就会跌回原形 以鸿海来说 外资群卖了后是想要买回来 所以才会在里面持续的装神弄鬼 如果没有价值的公司 一些主力卖了后 他们就去下一档了 反正台股中垃圾股一大堆 只要是小股本的 筹码集中的都能拿来做局 有一些人是看到网路上短线投机赚大钱的 我就会透过短线世界中有稳赢的政府及券商 时间越久 政府及券商赚越多 所以平均下来 短线客一定是赔的人多 赚的人少 如果想要存在有短线客大赚 那输家一定是要更多 而且要赔更多 不然不可能支付完稳赢的政府及券商后 短线客大赚 然后还能给大部分的人赚 天底下不会有这种事的 有一些人觉得价值型投资稳赢虽然很好 但很慢 他要快一点 我也分享了金融负债的工具 如信贷 股票执借 理财型房贷 而且也和大家说 在稳赢的投资上放大杠杆是加速财富自由 你倒不是稳赢的投机市场玩短线 虽然快 但输的几率很大 中长线价值型投资中加杠杆及投机做短线 这两者虽然风险都相对大一点点 但在稳赢上的投资加杠杆 只要杠杆不要加的太大 可以经得起股价波动 其实还是稳赢 想要冒相对大的风险得到较大的报酬钱 你也要搞清楚你在做的事是稳赢还是不是稳赢 这两者是差很多的 这样说好了 银行放大20倍的杠杆 金管会有时也会警示说叫银行提高存款准备率 以应付大环境金融的不确定性 这时你觉得风险很大吗 其实也不会 银行做的事就是在稳赢的策略上接受存款及放款 金管会觉得也许大环境不好 可能会造成资金流动有一些疑虑 就叫银行提高准备率 但这还是改变不了银行在做稳赢的生意 银行在不同的风险会订不同的利率 银行觉得风险越小的借款 利率会给的越低 像一些信用卡 现金卡的利率就是订到十几% 这种违约率算是比较高 一般信贷 职借 理财型房贷 这是以你工作 股票及房子当担保品 银行自然不怕 这样利率就会比较低 来看我文章的人 虽然我分享的知识包括短 中 长线 投资者 投机者的知识 但有很大一部分的人是想要好好的投资 因为复利可以让资金滚大 越到后面越夸张 这种不是忽然爆赚 忽然报赔的 才能让你的人生更有保障 有一些人进到股市很久 无法像我这样把投资量化出来 他们看到我的文章及影片就会觉得如获至宝 因为我可以用很简单的话让他们了解如何正确的投资 最重要的是是 我还帮他们处理掉了中长线投资三要素的基本面 产业面及自我心里面 正常人要做的事就是找钱 然后买进并持有 每天来看看影片 就能持续赚钱 这可真是香 网友Jason说 人人都想要低买高卖 四次买在起涨点 但每次的起涨时间点却又是人性最恐慌 最暗黑的绝望时刻 真要违反人性哪有这么简单 唯有像A大这样从公司基本面 产业前景面详细分析求得价值基准点后 才能有勇气与信心的进场 有多高的格局才能拥有相对应的财富 感谢A大总是无私分享含金量满满的知识文 A大回答 价格就是供需法则 当很多人都很乐观时 股市通常会是在高点 当每个人都在悲观时 股市通常会是在低点 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价格就是资金堆出来的 这也是擦鞋同理论 连路旁卖菜 擦鞋的都在和你说股票 代表该买的人都买了 不该买的人也买了 这时买的人多 自然价格就会是在高档 当市场一大堆人都在那眼 阿信内心细一堆说股市还会跌 今年经济会衰退 股市会很惨 那代表大部分的人手上都没有股票了 我记得2022年底有一位券商的人问我 他问我怎么看今年的股市 一开始我是回答他 我是中长线投资鸿海 其实股市短期会涨或是会跌 我都没有影响 后面我意识到他是想要做季度 年度的投资 我就和他说 你想一件很简单的事 2022年台股最多下跌6000点 有多少人在过程中出局 一堆资金有弱点 自我心里面不健全的 轻浮 没耐心 非理性 无知的人 大概都会在那一波下跌6000点中出局 如果股市下跌6000点都不会出局的 那就是像我们这种价值型投资者 下跌6000点都无法让我们卖了 那就不会有什么原因可以让我们这种人卖 这时股市中就剩下顽固者 也就是偏不会卖的 一些卖的人就是未来的买盘 这些人相对的积极 当股市中卖的人少 想要买的人多 股市就会一步一步的慢慢向上涨 当初卖出的那些人因为受了伤 他们会变得愤世嫉俗 打死不相信股市会上涨 这时又引出一句名言了 行情总是在半信半疑中成长 在憧憬追随中成熟 在希望热络中毁灭 现在大部分卖出的人都不相信股市会上涨 所以就慢慢的上涨 而且大家记得一件事 股市每年会赚5%到10% 所以股市长期下来会涨是天经地义的 随着上市及上柜公司赚钱 股市自然就是要上涨 大家知道为什么股市会涨4到8年 然后会花半年大跌吗 道理也很好懂 上市及上柜公司本来就会持续的赚钱 只要赚钱股市自然就会上涨 但人不是绝对理性的 所以对价格判断能力不够 看到股市持续上涨时 到后面会开始贪心地追价 当很多人开始追价时 股价就会偏离价值区很多 股市只要越涨 散户信心越充足 所以会持续推升股价 直到市场资金无法再去支撑股价 这应该也很好懂对吧 我用最简单的例子 股市中如果只有1000元 那价格最高就是被你推动到1000元 不可能再高了 当推不动时 就会有人想要兑换获利 股市就会开始修正 当有人看到股价下跌 就会产生失去心理 就会跟着卖 怕得到后再失去 越市下跌后 就会产生股牌效应 再跌到很恐慌时 就会去测试投资者的资金是否有弱点 有的是使用融资 有违持率的问题 一些主力抓到散户弱点时 也会踹一脚让股市下跌 当股市出现非理性下跌后 里面的人又是理性的 所以股市自然就不会再下跌了 这时出去的人就会伺机的买 但都是半信半疑 但里面的人又都是顽固者 自然股市就一涨难跌 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 对我来说 反正红海会持续赚钱 股价又在净值以下百分之时 不论股市会上涨或下跌 我都是赢定了 虽然我投资红海 不需要看懂整个大盘的趋势 但不代表我看不懂 不要忘了我以前是短线的投机高手 就是靠懂到趋势赚到钱的 新闻说 平均地权条例修法通过后 国泰 华固 长虹 润泰新 新复发等五大指标开发商军认为 今年将是房市震荡的一年 交易量一定萎缩 而因为营建成本高昂 房价没理由跌 对于房价是否松动 五大建商军表示 在土地营造成本高昂 财务健全的品牌开发商旗下 所推荐案没有理由降价 只有高财务杠杆操作的建商 才有可能降价 平均地权条例 修法草案日前三读修法通过 包含严陈炒作 预售屋禁止换约转售 解约申报登陆 司法人购屋采许可制 建立检举奖金制度等法案 呆子法定定完成 最快上半年上路 且新法基于法律信赖保护原则 财部宿集既往 国泰建设副总继发言人林清良表示 在新法即将上路下 目前房市观望氛围明显 虽然市场期待降价 但建商土地成本高昂 营造成本又应供料双涨 居高不下 且产业缺供问题未获解决 坦言成本能降得不多 林清良指出 近二三年应通膨推升大棕原物料上涨 建案营造成本大涨 加上高科技电子业先前积极扩厂 在营建业已有缺供问题下 又遇到电子厂抢供 且新冠疫情让移工无法进入台湾 供料双涨问题雪上加双 华顾建设总经理洪嘉生指出 2023年全球经济展望不佳 国内房市又面临政府打炒房政策压抑 整体氛围不好下 市场交易量一定萎缩 价格方面 财务健全的开发商 若是在近二三年取得土地 发包的营造工程 都面临高营建成本的压力 实在不可能赔钱做生意 洪嘉生强调 只有高财务杠杆操作的业者 才有可能因财务压力而降价 或是土地取得成本相对较低的建商 才有让利空间 今年房市就是个案表现 润态创新董事长简仓尊认为 平均地权条例修法通过后 接下来房市就是回到刚性需求的基本面 至于价格部分 因新建案面临高成本因素 不太可能降价 新建案价格就是合乎市场行情销售 长虹建设表示 平均地权条例修法通过后 市场买气偏冷 少数出现财务压力建商 才有降价可能性 整体来看 买气会缩到什么程度 要看后续子法严格程度 至于价格因建商成本居高水位 房价不至于会跌 新复发建设指出 新法通过后对房市将有一定程度的影响 市场成交量一定萎缩 至于房价变化 就是个案表现 财务状况不理想 靠高银行融资借贷经营的建商压力会比较大 不排除降价可能性 A大回答 有时听到这些建商在说一些房价不会降的理由 听在我耳中就是一则笑话 什么建商土地成本高昂 营造成本又因功料双涨 居高不下 且产业缺功问题未或解决 进而三年因通膨推升大宗原物料上涨 建案营造成本大涨 加上高科技电子业先前积极扩厂 在营建业已有缺功问题下 又遇到电子厂抢功且新冠疫情让移工无法进入台湾 功料双涨问题雪上加双等 意思就是要他赔钱做生意办不到 之前他们赚超多都是应该的 如果这一件事成立 那大家告诉我一下 为啥面板厂每一季都会赔呢 为什么中刚最近几个月一直赔钱呢 为什么很多公司不会一定赚呢 这就是硬道理 只要竞争够激烈 公司就会赔钱做生意 说一大堆什么鸟里油 说的一副房地产永远都要赚钱 他们以为自己是谁啊 很多龙头的景气循环 台股在赚钱时也是很赚 也是会有几年在赔钱 所以不要听什么不可能赔钱做生意 这种鬼话 之前他们赚了超额的钱 就是要吐出来 这道理就像台股上千家上市级上柜公司一样 一年所有的上市级上柜公司赚5%到10% 股价上涨20% 像台股2019到2021年一样 每年都涨20几% 明明台股所有的公司平均才赚5%到10% 结果2022年台股就算一年赚5%到10% 台股整年还是下跌了20几% 总不能行情好时那些建商赚到肥滋滋 赚到超额的报酬率 结果房价要跌一些 就在那说成本上升 他们还是得要合理的报酬 但重点是 之前这些建商就已经赚到很多不合理的报酬了 台湾的法规就是对这些建商 对投资客太好了 所以才会让他们有这种好傻好天真的想法 觉得一定就是要赚 而且天经地义 记得一件事 房子不像公司会每年制造出营收及获利 房市的上涨应该是因为通货膨胀 以台湾通货膨胀率2%到3% 房价上涨这样就很了不起了 再去扣掉每年旧房子的折旧 所以价格打平就偷笑了 意思就是说 新房子的成长会随着通货膨胀而每年上涨 旧房子每年要随着折旧而下跌 因为钱会变小 在搭配上折旧 房子理论上就是该持平而已 政府是希望透过房价整体的上涨 这样经济成长率就会比较好看 这种就是国王的新衣最终把房子当成了商品在炒作 我说过如果你要让房市成为商品来炒作那也没问题 就让房市上证交系统就和股票一样一样来分投资及投机 在股市中每几年就会把一些过度天真及非理性的人淘汰掉 而在房市中永远不会把天真及嫩的人淘汰掉 所以房价的问题会一直让社会给诟病 就是一些人敢开十倍 二十倍的杠杆去炒 最终在政府近乎保护三岁小朋友的方式上致富及发财 一样的是进到股市市市 只要敢开十到二十倍杠杆 一年会有几十次的机会让你永远出局 让你滚回老家去做你的白日梦 在股市中持有越多股票的人 每年会在纳克二代健保 股息纳入所得税 如果你要让房价价格上涨 每年就以市价克房价上涨税 才累进税率最高45% 每年兆克一次 看谁敢买三间五间十间二十间 台湾的股市在几十年的进化中越来越健全 房市在政府搞笑的保护下越来越搞笑 深个习怕建商受不了 怕投资客缴太多利息 现在一些建商还会在那好傻好天真的说不可能降价出售 他们不可能赔钱卖房市 在股市中我就没有看到这么天真的说法 台湾有多少上市 上柜公司在竞争的行业中亏钱 这也使得电子产品会越来越便宜 越来越进步 台湾保护房市 就让房市越来越烂 一大堆烂房子在那卖超贵 这种感觉就像是 如果现在我拿一台286的电脑说要卖你300万 你一定会觉得我疯了 现在都有爱酒了 而且一台也才3万多 现在台湾40年50年的烂房子 之前两三百万买到 现在拿来卖你2000万 说傻土地稀有 在说这种话的人 我是怀疑你没有到台湾全省走一下 台湾到处都是空地 我信你个鬼 就一堆傻蛋被一些建商牵着鼻子走 建商之间的竞争不够激烈 还在那一定想要稳赚 行情好 只要你敢赚超过正常行情的报酬 那行情不好你就要接受亏损 这才会是正常的交易市场 一般讨论区网友提问 专职交易的成功经验是可以复制的吗 看到一个普通人靠着交易变身价上亿 住豪宅取消磨让人羡慕 不经好奇如此成功的投资操作是 一取决于天分 即使手把手教学也无法复制 Xcurry教我头三分 二还是说只要掌握特定方式 像可口可乐配方 也可以一样画葫芦呢 一般讨论区网友回答 可以参考 但没办法复制 这种问题算是定期会出现的 但我的答案都一样 相同的进出逻辑 相同的位置 给不同的人进出 就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在市场里面 变数最大的永远都是人 你看过两个心智 及反应完全相同的人吗 我是没看过 就算今天把巴菲特的所有知识 跟经验全部用葛雷辛的核酸 浸进你的身体里面 你做出来的决定仍然会 因为你的胆量 因为你对风险的偏好 因为你人生的成长的环境与经验 以及更多变数 而产生完全不同的结果 你可以学习巴菲特的逻辑 但是要成为下一个巴菲特 是不可能的 至于有人说城市交易 那确实是复制成功的一个方式 但是这个方式 究竟是你成功 还是写城市的那个人成功呢 这就很难说了 不然所有人都用城市交易 就不会有人输了 应该没办法吧 我是觉得一个成功的交易者 除了学习其他成功案例里面 可以为己所用的东西以外 最重要的还是想办法发展出 适合自己的模组 适合自己的资金规模 持仓周期 风险偏好与个性 还能在特定周期循环里持续获利的模式 但是应该大多数人都称不到找到答案的那时候 大概是这样 当然在这之前可能要先定义成功的交易者 对很多版有来说可能是一年赚个500倍以上 但实际上我是觉得可以维持每年12%以上的稳定获利就十分成功了 在任何资金规模状态下都是这样 你只有10万 跟你有1000万 每年都能12%以上 都是当之无愧的成功者 最后祝各位版有 兔年都赚到土 A大回答 有一些散户常常会误会什么事 觉得专职交易就比较自由 这样不用早上去上班 不用看老板的脸色 生活就会变得很自由自在 每天都是星期天 其实有这样的想法的人 我觉得这是你对专职交易者的错误迷思 所谓的专职交易者 顾名思义就是你的工作室交易 你一样是需要每一周固定在开盘的期间 坐在电脑前的 而且有的专职投资者为了找更多的交易机会 还会去投资亚股 欧股及美股 所以工作的时间长度不一定比较短 而且也不一定比较轻松 了解专职交易是什么后 接下来你就要准备专职交易所需的事项 所谓的专职交易就是把交易当工作 那首先你除了要有网路 电脑之外 你还要有资金 而且资金要足够大 这样每天产生的鱼银可以养活你 总不能你手上只有三万 你一个月开销要三万 结果你跑去专职吧 这不是明摆着找死吗 想要透过你手上那仅有的三万 每个月赚三万 然后你每个月还要花赚来的三万 这百分之一百就是稳死的 当你的资金越大时 也许是一千万两千万 然后你的开销相对小 这样你每天每个月所需产生的获利 就会相对的小 当你所需的获利相对小 你选择的交易风险就会相对小 有了这任之后 如果你手上没有一定额度的资金 你就不要再幻想你可以专职交易了 如果你说我手上有五百万 我一个人单身 一人保 全家保 住家里 一个人一个月只要花一万元开销 这样的情况下 我假设你一年报酬率百分之五 那就是二十五万 一个月就有二点零八万的报酬率 你要做专职投资者 我觉得还行 毕竟你只要把五百万放到股市中 买一家有价值的股票 买了不要动 一年就有二十五万的股息了 而且风险可以做到极小 稳赚也是天经地义 如果你想要一年有超过百分之十的报酬率 那你就要进到下一个阶段了 也就是过人之处 就像你去上班一样 你想要成为医师前 你要念医学院 当律师要念法学院 从商要念商学院 当警察要念警察大学 当工程师要念工学院 等 也就是要学习基础的交易知识及尝试 总不能你啥交易都不懂 你就换想要当专职交易者吧 你要把交易当职业 好歹你也要有交易的知识 这时就引出要学习哪一些知识 大家想一下什么叫交易 所谓的交易就是一买即一卖 你要了解什么叫便宜 什么叫贵 想要知道基准点 你就要对想要交易的标的物有深入的了解 我举个例 你可以去交易外汇 如果你是那种看到新闻 媒体 屁孩TT说每创32元无脑买 然后上看33 34 35元的 那明显你就是肥羊一只 你根本不懂美元的基准点 当你摊开长期的美元走势 你就会发掘30是中间值 28较低 32较高 越是32以上 越是要卖 越是28元以下 越要买 这就是你对美元商品要有的知识 如果你想要交易股票 那你就要先选好行业 看是要生计 组装代工 太阳能 半导体 面板 钢铁 航运 IC设计 金融 银件 等 不同领域需要不同的知识 有的是景气循环股 有的是成长股 有的是稳健股 有的是黄昏股 不同事件发生时 会对这些产业产生不同的影响 当你在交易这些族群时 你要对这些领域有深入的了解 所以不要小看交易者这行业 当你是一位全方位的交易者时 你对整个国际震惊 产业循环 公司营运 等都要很了解 这仅是基本面 产业面及消息面 因为你交易的对手是人 你要去了解对手的习性 有什么弱点 有什么缺点 你在交易时有什么弱点 这一些你都要很清楚的了解 你在各领域上班时 你可以只会一种专业知识 到了股市中当交易者 你要具备持续学习的能力 要活到老学到老 而且你要关注全球的政治 经济变化 如Fab升息 降息 COVID横县19 中美贸易战 英国脱欧 中国封城 四川缺电 等 当发生不同的大事件时 哪里有好的交易机会 你要怎么去交易 这全部都是学问 有一些人因为想要自由自在的生活 就觉得专职交易好轻松 其实真的是天真了 你在工作时就算很差 想要被开除也要一段时间 如果你在交易市场中表现很差 你的钱很快就会被赢光 所以想要轻松赚钱的人 不要对专职交易者有幻想了 一般市场上和你说五本当冲 每天轻松赚几千 无脑就能赚钱的 那种都是要骗你的学费罢了 你啥都不懂进交易市场 你就仅是一个送钱的肥羊 不会有什么例外的 文章出自A大个人股市观察记录部落格篇 进了进了进 Via Thisa 好感觉 小学生 小学生 好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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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感也00 好感觉 ac甄 我感觉 x2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